一课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那这个讲座呢大概是预计时间是一个小时 我们没有打算要把京都的私房景点 有的时候还有什么私房景点 其实京都已经开发得非常的完美了 几乎所有人都去 那现在廉价航空也有很多 我们换一个角度 什么意思呢 因为很多贵宾们到了京都去做一件事 他说你都带我们去看庙 其实就像我们去捷克 看教堂 其实去教堂的时候 其实跟上帝也没有关系 看庙的话跟菩萨也没有什么关联 重点在哪里 在于京都它的这些小街小巷 还有一些建筑的布置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以前在当导游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在日本县也带了一二十年 然后后来又跳到欧洲县去带 原因是只有一个 因为311日本地震 完全没有这个生意 就跑去带欧洲 还不错 然后后来又回到日本来 那我们角度是这样 我希望把这些寺庙跟建筑的内容 来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来做一点具体的呈现 那也许 maybe 下一次您到京都的时候 就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些东西 我个人是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在做导览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中间挑了几张图 那这些景点有些贵运们可能也都去过 也都看过了 我们来一张一张来稍微来研究一下 我叫林约拿 这个以前我自我介绍都是这样说的 我叫林肯约翰拿破仑 名字还不错 那以前我在天席旅行社当导游 当导游长做了20年左右 然后后来又到了加利利 又到了利百家 反正都是日本线或欧洲线 然后第一届领队考上日本导游 好像很伟大 我觉得还蛮伟大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2005年的时候 日本政府突然发了一个公文 告诉我们从事日本线导游的人 都要到日本去考试 哇 这很难耶 后来去了1800个 听说只考中五个 那我是其中那一个 我就想说我的人生应该很辉煌 那后来日本政府一看 观光客太多 啊 算了 随便了 什么人都可以去 也没什么用 后来就算了 不过还忍不住 还是把它写出来 自夸一下 谢谢大家 那个时候 谢谢 这以前头发很白 现在还不错 因为去染了 好 这下我们就从这边看 那其实京都是这样子 它从西元794年开始 应该讲说 1100年来 它都是日本的古都 这是第一个 所以它的历史很悠久 很漫长 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个呢 为什么它保存状态会良好 因为各位官民 我们知道 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 日本几乎所有的城市 都遭到美军的轰炸 对不对 可是这在轰炸的过程当中 美国人很好玩 留下两个都市没有炸 他说这两个炸下去的话 日本大概就没了 第一个就是京都 这个是当然有人建议的 第二个是耐凉 这两个古都就留下来 所以没有炸到 这个算是有点良心的 为什么你说 那以前美国人是怎么丢炸弹的 美国人是这样 它叫做攻击军事目标 但是达到1945年的3月9号以后 叫无差别式的轰炸 不管你是什么目标 通通给你炸一遍 因为日本军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那京都也因为美国人的手下留情 就这样保存到了今天 所以我们在京都去的时候 我们不会看到什么 就高大的建筑物 我一个朋友是建商 他到京都去 他说原来我们去京都买一块地 盖一个饭店好不好 去哦 他说我们为台湾人争点光 买一块地 在京都清水市的下面 那块地买下去以后 光挖下去就挖了五年 各位田野调查 因为下面出现股坟啊什么东西的 马上就要调查 后来就断鱼而归 赔了一两亿就回来了 所以饭店没盖成 蛮可怜的哦 这个是京都的背景是这样 所以794年到现在 大约是1100 1200年左右的历史 还蛮久的哦 都没有毁于战火 还不错哦 其实要自由行业很快了 现在连假航空很便宜 对不对 飞机坐到大阪很多 然后到京都才50公里就到了 这很快 如果你坐新干线的话 11分钟就坐到了 上去还没有坐下去就到了 一京都就到了很快 所以京都在这里 那自贺县 那现在各位你也知道 现在讲日本其实也是白讲的了 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昨天的消息 日本政府说 把台湾降级为第二级危险的单位 还不错耶 第二级 他说开放台湾人可以到 不是对一般的观光客哦 他是说一般人可以去申请 你要到交流协会申请你的签证 如果你有计划书 你有行程表 那不使用大众工具 那么你现在可以入境之后 免TCR的检测 不必哦 而且不必隔离 但是下面就写了一条 那这个区管理说 回来入境以后 要接受居家隔离14天 那不是白写的吗 前面免隔离 后面要隔离 14天 流离严重了 所以不过 我个人是这样 我认为 日本政府已经在 陆陆续续的开放当中 9月17号已经开放一般的商务了 11月1号以后开放永住 还有一些 所谓的日本海外的居民 永住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日本居留前的人 他们就可以去 现在 那第三波现在要开放 一般人可以去咯 这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 明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各位 日本人为了这个叫奥运 花了大概5兆左右的经费 这个没有办 我跟你说 非常严重 所以他现在 有一点点赌气的感觉 就开把 应该是这样 所以敬请期待 明年的4月 每笔大概可能 也许 就成了 那我也不用来纾困了 这个旅行社 现在还蛮凄惨的 说实在 我们现在都是 把台南当京都 还不错 这个把花冬 当成北海道在卖 就是价钱 大概都少几个万这样而已 就是故事是这样 好我们就进入主题 有人看到 这个别是什么 其实 像很多日本的房子 这个叫做 入母屋罩 不过这没什么好记的 你会发现一件事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先说一下 各位贵宾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旁边都是自然的 对不对 那中间是茅草顶 有的是柜木皮 有的是柿子树的皮 不一定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他的房子 并没有很新 那也没有经过 什么特别的翻修 可是在这样 自然的环境当中 却一点都不显突兀 原因是为什么 我观察了几年以后 我也问了日本 这个是一秒 我问了和尚 我说为什么 你的房子 这样盖完以后 看起来已经过了 几百年的历史 却不会让人家觉得 很突兀 或者说很肮脏 或者说很破旧的感觉 他说我们都没有用 任何现代的建材 他也就是说 这个建材的本身 跟旁边周遭的环境 是一致的 所以当你看到 落叶枯树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环境跟建筑的材料 如果一致 就完全融为一体 他的说法是这样 我觉得还蛮有道理 后来我到日本的寺庙也好 庭园也好 发现一件事 他们几乎很少在使用 譬如说 薄油露 水泥 钢筋 铁条 几乎都没有 都是木头 我这样亲民就在想 那都用木头 不就坏掉了吗 日本人在这个上面 的坚持跟我们不太一样 当房子上面 如果坏掉 它随时可以抽换大梁 或是进行修复 所以我们常去看看 日本建筑 木造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状况 古老的屋顶下面 却有星星的梁柱 那其实我也问过他们 我说 这样不是看起来很怪 上面很旧 下面好新 他说没有关系 30年后就一样旧了 其实话还蛮深的 他说将来就一样 也对 这也不错 这个说法是这样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 不过这峰月 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有人说 那什么时候去 其实就是现在 应该是这样 不过京都的峰月 是这样 11月20号开始了 准时 没有骗你 你早去也不行 所以旅行的时候 不要骗你 他如果给你开个团 11月15号去 不要去 知道吗 要11月20号以后去 才会漂亮 那可以一直美 美到什么时候 大概12月5号 我不是说 12月5号以后就没有了 我是说这段时间 是最美的时间 跳开这个时间 有的太过绿 有的就掉在地上 有的就 人家说吹黄吹落 就掉了 这是清水式 建筑的本身是美丽的 这是日本唯一 应该这样说 它这个从1634年开始 1634年到现在 是唯一保存状况 最良好的木造建筑 我们一般台湾的观光客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都站在这上面照相 上面这叫清水舞台 人很多地方叫清水舞台 下面有139根柱子撑起来 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外面 逛二年版三年版 买东西吃小吃 有没有 很多都是这样 那如果你对这个建筑 有兴趣的贵宾们 就可以走到后山来 从这个角度去照 就会很漂亮 它这个柱子在这里 139根 全部用柱子 有没有换过 当然有 其实这个清水舞台 很有趣 它是让人家看 这个叫做附近风情的地方 曾经在 应该讲说 明治的末期 大镇的初期 有一位商人 从这里跳下去 结果没有死 没有死 后来回去就发了大财 后来就很多人就在那边跳 很奇怪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 我自己也吓一跳 我上去 我想越越浴室 跳跳看 不知道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就是它的大门 我们常常到日本去看 那些寺庙也好 什么时候 你看 寺庙的本身 它是木头的 可是为什么 它在大门口的地方 可以做成珠红色 很怪 各位 你以后只要注意到 比如你到前草寺 看到前草寺的这个叫做雷门 珠红色的 那个都是将军在盖的 也就是由将军下命令盖的地方 就会变成这样的颜色 也就是有得到国家的支持 有得到将军的赞助 或者将军的命令 它就会把它盖成珠红色的 这是它内部的这个叫做 其实我们所说的清水寺很大 旁边非常非常多 走回廊走 觉得还在绕回来 这个叫阿弥陀堂 释迦堂 这个阿弥陀堂也很有趣 各位你看 白体地藏堂 这个比较特殊 下次你们去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好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日本是废佛 什么叫废佛 因为天皇是神 是属于神道教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 如果佛教太过于兴盛 就会压制到天皇的权威 所以要求所有的人要废佛 废佛的意思就是 要放弃佛教 所以当时就很多人 就把这个家里面的 这些佛像全部丢出来 结果过了几年以后 发现这个宗教是很难禁止的 就把它捡回去 所以现在就放在清水寺里面 叫白体地藏堂 放在这边 一尊一尊小小尊的 我们以前在日本不常看到 路旁边很多小小的没有 他们叫地藏佛 或者叫地藏菩萨 说法是这样 其实就是我们土地宫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名字 小小的很可爱 好 这下一张 这个应该大家最喜欢 常常去 二年版 三年版 星巴克的所在 有没有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京都这样的房子呢 我可以告告一下 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 早上 所以我们曾经试着 推出一个行程来 做一件事情 要住在京都市区 当然要付出代价比较贵 因为饭店比较贵 京都一年要去 四五千万的观光客 那好的饭店老实说 大型的财房 陆陆续续现在有趣 他连那个阿曼 好像有开了 四季村山庄也开了 利时卡尔登也开了 但这都是十年之内的事 那你会觉得一件事 十年以前的京都 怎么都没有 这种国际级的大饭店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房子第一盖不高 不能超过33公尺 谁要盖 不划算 对不对 第二 挖下去 不知道会挖到什么东西 这万一挖下去 又是十年又过了 虚值光阴 所以他们都买老饭店 来改得多 老饭店就盖不高 历史卡尔登 看起来好漂亮 一晚上一个人 五万日币 台币一万五 两个人三万台币 可是只能盖三层楼 还挺烦的 可是住在京都 最近是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 他的早上跟他的半夜 就是完全属于你的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早上六点钟不到 我们木谷城中 就跑到清水寺 到这里 清水寺六点就开门 六点就开门 还会敲钟 很棒 很漂亮 这个时候 这个就通通是属于你的 都没有别人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想 还蛮多的 还不错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食品小路 这个在哪里 在高台市的旁边 高台市里面 我们会去喝茶 然后这个叫做食品小路 这旁边是餐厅 各位 这是餐厅 你们看到 中餐 竹中 大概平均客单下 一个人大概是2万块日币左右 中午去很便宜 我教你一招 中午去吃都便宜 7000台币2000块 晚上去吃乘以3 菜多两样而已 没什么用 日本菜都小小你也知道 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 是讲它这个氛围 所以有机会你去看看这个 那为什么会做成这样 这个其实以前都是酒家 以前都是酒家 京都其实是达官贵人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们在这种小街小巷里面 就开了很多餐厅 利用这种餐厅的隔间 在里面进行这种饮宴 或宴会的这种进行 那现在保留下来 大概还有7间到8间 有竹中啊 东船一直走到底向右转 这些还有七八间还留在这里 很漂亮哦 说京都的小路 叫食品小路